海南文昌体表温度达到了37度 承载着问天实验舱的常务火箭需要防暑吗 当然也是需要的 咱们火箭从总装厂房出发 一路走到发射塔架 一直是处在太阳的暴晒之下的 一旦来到了发射塔架 我们就立刻把防晒的棚子给它搭起来 棚子就位了以后 我们就赶紧的把空调也给它送上风 给它送的是25度的干净的干燥的空气 它使人也会感觉到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和湿度火箭 它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它就一直能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咱们互联网上的热心群众都管常务火箭叫做冰箭 因为这个发射之前 火箭加注了大量的超低温的燃料 所以使它的温度都特别低 那么就像一个大冰块一样站在这里 那么一个大冰块站在一个太阳下面 肯定不能像真的冰块一样允许它融化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又对它采取了一些保温的措施 保温措施呢 有咱们能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表面的下面 有一些保温的夹层 可以使这个低温推进器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温度之下 那么还可以看到在起飞之前 在有一些部位会穿上一件蓝色的夹克 也是用来进行保温的 当然这种蓝色的夹克在起飞之后就不需要了 所以咱们在发射之前是要取掉的 我认为在我们设计师和工程师 一块实施的精准科学有效的 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之下呢 常物火箭就是一款三福天不会中暑 狂喝冷饮也不会感冒的火箭